我跟她的关系 我觉得一直都特别平等 她有很多事情都会跟我聊 快睡着之前 我们俩一起讲故事 现在她跟我讲 以前是我给她讲 我也会跟她讲 很多我小时候的事 她就觉得我特厉害 然后就建立这种 崇拜感 这是设计过的 是不是你从小 我听说就特独立的一孩子 很小就离开家了 是吗 是这样的 我11岁就离开了家 去了北京 然后在北京舞蹈学院 附中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 我还看到一张 大家都化妆戴红领巾的 那是小学 这还没有去北舞上学的 那是小学的 有自己小时候 学舞蹈的照片吗 那个是 对对对那个是 那个应该是第一次去法国 13岁 13岁 就去法国演出 那这学了舞蹈之后 后来就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了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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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能考大学呢 我跳了一年 对 跳极了 那是不是应该也算是电影学院最小的一个学员 对对对 那你当时选择去考表演是因为喜欢吗 还是 那会儿就是在副中的时候已经有人找我拍广告 然后就攒了一点钱 然后就自己偷偷地就请文化科老师给我每天补文化科 之后就考到电影学院 我考高考我爸妈不知道 这么大事爸妈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儿子这有主意也随你 你看你这 你也有主意 爸爸说高考你都不告诉我 你跟你爸说我爱您呢 就过去了这事 我看到这个大选手的一张照片 这是你们那一年 可开心 旁边这个好像是徐静雷 老徐 对对 据我听说这当年 九三班 九三班有四朵金花是吗 我就没有从任何人嘴里听说过 有我是候选者之一 是吗 没有 有这个姿姐 有徐静雷 有刘林 还有谢润 但我看过你们那个毕业十周年 好像做过一期节目 你们就是投票 最喜欢班里的谁 大家都投的是你 您不知道 太意外了 不不不 我人缘这么好吗 是真的大家都喜欢你 原来这 你往人缘好 是就是 你看也是遗传的 遗传的 哎呦 全找到根了 那当初您上学的时候 是比较乖的那种啊 还是说就是 有点个性的那种 比较叛逆 有什么表现吗 就是老师说就是 你这么演 我说我就非不这么演 我说谁说就表演这事 就有标准答案 都得是照您说的这么演 那老师说什么呢 老师说气啊 就跟我儿子气我一样 老师就发朋友圈了 我跟他说要这么演 他说表演怎么演都行 我说你就不要考试了 他说我爱你 我怎么能表到就这么了 我真的很爱他 他是我们全班 可能对 就是觉得电影学院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老师吧 才会让我们 就是这么难忘 嗯 学校教了我很多 我觉得 就是因为有一次 我们我们大三的时候 就排练话剧 后来就得到了一次 演出的机会 公演的机会 然后那天我就觉得 有点不舒服 然后就 其实还是因为懒 然后就跟老师说 我说那个不舒服 然后那个自己做工 骑车去 就不跟着那个学校的大巴 一起去 老师说就没这个规矩 然后呢 我就跟老师就杠上了 因为就一直是 大学期间跟老师 就是这种 叛逆的状态 很叛逆 对 后来老师就 让同学带话 就留字要不下来的话 就大车 就大巴就不发车 哇 没办法 没有退路了 就硬着头皮 就下来了 下来了 然后到大巴 我觉得是很侮辱的事情啊 就是所有的同学就鼓掌 啊 我就我就坐到了我的位置 然后一路低头 沉默不语 就倒了那个剧场 就下来了